花更多的資源在網路上推廣,尋求更高的回報 我們相信投資回報最高的人不是黃金或者股票 而是投資在自己的腦袋 我們相信知識就是力量 而每個人都可以擁有這個力量 網路行銷的技術變得很快 但是中小企最大的優勢正正就是靈活多變 可以快速適應這些變化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無限的潛能 有無限的可能性 我們是網路行銷玩家 我們用網路知識讓中小企成長 就算大家可以再進行 ... 我們今天中小企成的 抽屜 還有我們ín 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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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的声音 好了,现在进来的朋友可以告诉我声音是否可以 延下10秒左右 应该差不多了 今天这位嘉宾是一次一个很特别的毕业展 因为毕业展是很特别的 因为很少可以听到一个 我自己在香港第一次参加一个设计者的毕业展 他们的学员会表现他们做了些什么 例如,等下我可以讲一下 我看到很有趣的东西 例如有些单车配合一些软件 是可以量度一些距离 还是減做运动 我也不知道 另外有一个就是 我最感兴趣,我研究了最久 就是 他有一个测试货币的软件 我们的市场市场最有兴趣 如何被人阻止货币 所以 他有一个项目是有学生去写一些测试 去如何帮 那个是贸法局 对吧? 以我理解是贸法局 帮贸法局做了一个项目 去如何测试货币 所以当时很惊讶就是 没有想过一个学生可以有机会去 在学的时候 可以接触到一些真实的项目 这件事上 其实也能啟发到 我都想一想 其实在我自己的课程上 有没有机会给到一些 学生去做一些项目去练习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了 这两位嘉宾朋友出来 他们是一间 教育定的一间学校 可以很快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x 我们是来自Techy Academy 我主要是做了差不多20年的programmer 开初创都开了10年 我自己第一间初创10年前 刚刚2009年开的 这几年 即过去那10年 都不断接一些软件的工作 做一些R&D 但发现香港都是很缺乏 真的会做的 所以变成就 跟Gordon开了这一间 我们就一位partner 那不想害怕 三位开了这一间 techy 希望可以教到多些人 做到现在市场需要的技术 是 那大家好 如果大家刚才听到 我叫Gordon 我和Alex 其实都是很有趣的 我猜大家都会相信 你们做教华社区 就是科技毕业 其实我们很有趣 三位到大学后 另外没有出镜的位置 才是科技毕业 全部都不是 computer science毕业 computer science毕业 computer science 是 是 那其实 为什么说比较有趣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 你想做Bugger 就要去大学讨计 你不是怎么做得到呢 那其实我们想做 我们现在这个教科技 就是希望 去改变大家的想法 就是让大家知道 其实如果大家想去大学讨计 我认为几多数都是如此 是 还有我想问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 其实现在学制的computer science 第一就是 他们在教的 language 是不是很更新的呢 第二 他们 以我理解 他们学校学 其实是有些宏观点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会落手教 其实现在的情况 在香港 你讲 香港 不是 就是 你呢 作为一个 可能是 Bachelor 一来 有三分一时间 都要读一些 general course 你要上一些 风识 可能有些中英文 你都要去上一下 另外有三分一 就是做理论 只得有三分一 可能说 整个大学生涯 可能只有一个社 一方 是有做一些 现在需要的技术 其他不是不重要的 但是变相 着重 在实践经验来说 如果那些学生 想着 只能读完 CS 就出来找工作 他自己不自己做的项目 说真的 其实他在市场上 是没有竞争力的 完全都没有真的练过 嗯 明白 是的 其实我想 跟我们 Marketing那边 都有些相似的 因为 学校在学着 传统那一派 叫Mask Marketing 做Branding 他们一毕业 其实 香港的企业 98%是中小企营 所以 不是间间中小企 会有资源 请黎明 做代言人 所以一落到中小企 那个玩法 就会变得很不同 所以我们都是教一些 就是我们 不要说对和错 只不过是 比较适合 中小企的东西 所以你们 为什么会开始了 这件事呢 好 其实 为什么我们 会开始这件事呢 其实如果大家 大家有留意我们 其实之前 都是在另外一间 叫做 Digital 的 一间 coding school 教的 我们因为那里有些事情 我们就离开了 我们就再开始 这个 因为我们希望 这次我们比较 focus在香港 能够改变到 香港本身的 那个 coding 所以才能令到 这件事开始了 但当然你说 最主要是因为 其实都是那个 点缺 其实如果你说 你看回 我稍后都会再说 其实一路 一路 随着有 金融海啸 之后一路随着 每一年的 program 都会一路上升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既然大家 市场上需要这件事 我们又可以 是写好曲 不是写好 文化 所以我们就 希望做这些 是 我之前听到 这些start up 是 重想 你介绍到一个人 去做 也有一万元奖金 是 真的很夸张 就是抢人抢也很夸张 其实不奇怪 我以前 比如我自己做starts 我请一个人 如果我真的要他 又回工厂 或者我要稳稳稳稳 他下来 真的做到事 可能真的在说四万元 甚至四万多 在说几年前 这个人是怎么找回来的呢 如果我作为一家中小企 我自己登jobsdb 其实没有人认识我的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都不够響 吸引到那些cv 我又要再找agent 一个月薪四万元的developer 再找agent 其实在说那个fee 可能是20%是多少 就是大概 八万 十万八万 我其实如果我真的派出 派一万两万 我想都已经便宜了 还比找agent 没错 都很厉害 你们好像预备了一些资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吧 今天有些分享可以说一下 我们如何看现在的行业 我按一下 是很长寿 其实我也在研究给子女学一下 课定 哈哈 大概三岁 三岁 那些 有些前景可以看看 可以分享一下 好 好 其实主要是说回现在香港科技发展 其实很多人现在的印象 就是外面来说 大部分都是说 比如说 IT9 人工就低 炒人 炒什么人先 炒IT人先 很多都是会这样想的 尤其是不熟悉这一行的 但是事实上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 其实如果你看一些顾问报告 比如说2030年 这个摆明靠客的 就说 差不多8亿人的工作 会被自动化取代 不知道 现在遇到2030年 但是是否不重要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会有部罚职位 一定会被取代 是 我们看看鄰近地区 中国R&D增长10% GDP占2.1% 但是你看香港 其实很惨 香港的增长才是人家的总QTT 然后我们总QTT是0.7% 是小到不得的资料 如果你看鄰近地区 其实已经全部是努力 掌握科技发展的 吸引外资 我们还在说IT9的时间 深圳已经爬了香港头 成为吸引IT公司 开Headquarter的地方 另外新加坡也是一样 你看到周围地区 全部都在掌握这些人才 如果你看到鄰近深圳 深圳刚才说中国的GDP 2.1%是R&D 深圳是它的double 4.1% 800亿人民币 而且每年4%增长 我们才是2%增长 就是我们再给10年 这个速度 我们都追不过深圳 应该是10年之后 深圳我们已经是几倍的 对于变相 是不是真的还是IT9呢 整个世界都在追着这个潮流 香港不是没有的 香港现在唯一 今天财政报告 财政议書案 都说我们有什么贡献 唯一一个就是科学员 我们有一个科学员 四倍大的浪马州河道区 可以看到就是 大家都在着重这件事 这个是个宏观上面看到整个行业 整个周边在做什么 那我们人才又怎么样呢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推动人才 或者为什么会觉得人才这么缺乏呢 大家都知道了 10年之后肯定是big data AI 那big data AI 很多人缺乏了 那有big data AI 那有没有人写过UI呢 写过system呢 写过architect呢 那你会看到在最近这10年 这个VTC报告呢 是2018年去拿 上一个月才公布的 可能大家未必看清楚 可以讲讲 2018年呢 total 那个相比两年之间 total我们增加了一万个IT职位 多了一万人做IT 但是呢 那个职位空缺呢 仍然是多了 16年的职位空缺是2600个 我去做个sample 而18年呢 是3200个 就是每年都增长的 那个空缺 嗯 最坦白的是什么呢 这些所谓的IT人呢 原来又不是大家 心目中的傻子 那是IT人的 包括那些什么人呢 电信的网络 7.3% 操作服务 其实可能是那个data center 的康奸 我不知道他都能够够够够够 22.4% 那真的做software development 的呢 只有三万多人 是 我也想澄清一下 其实我们marketing 不是IT学员 哈哈 但常常都有人叫我 写印刀 你见到 你见到 100%是marketing 是 那你见到呢 这个问题是 300万 300万劳动人口 100人入列 只有一个人做program 就是这家公司100人 汇丰 100个同事 只有一个是program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只有那么少人是写program 那你会见到 空缺是更加夸张的 有54%的呢 其实是在找software development 原来那个 塞行是那么重要 就是那么大 那么多人原来都是在找IT人 但原来整个市场 只有那么少 那为什么会那么少呢 其实是出奇的 因为很多就是说 很多东西他们学不完 或者skills是不对的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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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链 区块链 就是blood chain 那个tool 其实是14年才出的 那他想起来 譬如我读大学 四年前刚刚读大学 那我读过科 刚刚才才 纳入那个资历架构底下 还未必更新的前 那就是说 其实可能你读过 course 随时没有blood chain 那譬如人工智人 Tensorflow 大家可能如果有听过 course 小智亚 Tensorflow 15年 其实是15年才出的 这几年才出的 其实是这几年才出的 或者有一个 cross platform 的mobile app development平台 就15年出的 但是好境不常 其实这两件事 已经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的了 17年又出了一些新的 pytosh 和futa 都是前年出的 那面上其实 那个要学习得速度很快 还有就是说 现在传统的模式 是不是真的可以 equip到一些 不如新 立即掌握到这件技能呢 有些可能它 fresh grab 出来 真是没有这种技能的 其实它 这些其实不是太难看的 如果一些senior 一些 一两个礼拜学得懂 但是作为第一份工 可能它已经发现 好像很适合去做 那样 令到人却步这些事情 甚至呢 我们现在教的那些JavaScript 等等 其实都被Timescript 取代了 这些language 这些language 大家可能没听过 但是你一向Jobsdb找 你会看到 有差不多五六十间公司都在找 其实我们想要这一类的人才 因为这一类才是 现在开发会有 普遍的工具 是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 这个Jobsdb 拿出来的stack 就是说 其实program 只是入職 已经有两万多元 而我们中间的一行 你叫analyst programmer 是 那样做两年多 或者是醒目 可能做一年 已经可以跳到三万多 相比其他行业 譬如做HR Marketing Marketing assistant 那些 就没那么高的工资 因为真的取得太厉害 完全缺人缺得太厉害 是 那我交给Gordon 说一下 那入行又怎么玩呢 好 那大家好 那我和大家 知道现在IT Programmer 方面很缺人 那你说 我想做Googleman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其实 如果我们说 通常有朋友问 我想做Googleman 或者我想学program 我又要学什么 那其实呢 那当然是 你说是有些 比较容易学的program language 亦都是比较 在不同地方都用到的 那譬如我们教教JavaScript 那就是JavaScript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打开浪漫器 用搜索 用Chrome 用JavaScript 而第二个 你说这个是什么 那就是C Sharp 那其实它就是微軟 就是Microsoft support 所以它就会 很多Microsoft的东西 都会用C Sharp 那第三个 现在 可能大家看到logo 已经认得了 那这个就是Python 那Python 大家如果说AI Data Science Machine Learning 那大家一定会用Python 那这几个都会比较容易 你如果看到外面很多 譬如有些 教小朋友写曲 那都会教导Python 那为什么呢 因为简单而学 那你说 那我想学这些东西 那是否一定要去找人教呢 那不一定的 因为今时今日 其实你要去上网看 我们刚才提过 Vedemy ودacity Cosova 那些Linda 其实有大量大量的 这些online course 有大量大量online course 虽然大家一上去 想打Python 两个字 是找到数十个字 数百个不等的 course 但是你说 那我们只学这些 course 又是否找到工呢 这个就是 往往就是大家的疑问 因为大家可能看到 咦 这个 course 不用钱的 那你知道大家 大家香港人 我们习惯了 我们的心态就不用钱 都不开好东西 那怎么也不用钱 好东西就要钱 所以就会有些人有兴趣 可能去 local 一些已经在那裡的 IT education centers 譬如 有些都做了很多年 譬如 People Wars Benjamin X 那些都做了很多很多年 那他们都会focus 在我教你 譬如我教你做 digital marketing 或者我教你做 python for finance 他会focus在教这些东西 但一类的 course 通常都是part time course 通常都是part time course 因为大家知道 可能你会觉得 我 譬如我现在做一个 admin 我现在有兴趣的 program 但我未必会一下子 就会过来 所以这些part time course 亦都会有人 会考虑的 但其实在这些自学的情况之下 往往大家会有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大家往往就是 譬如 譬如我们有些 有些学生 他上网会 看了很多Udemy University 那些 course 他们其实会上网练了一段时间 但他们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不知道 其实电视世界是和什么 而他们由于觉得 这个上网的 course 好像是 认受性不是很高 我拿到他 给这个故事看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他有没有读过 course 你请我 我自己都觉得怪怪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迷惘 到底行不行 然后他可能听过 有一些朋友 说我不用读 只是自己做好 他自己做好 哪里想别人教 真的什么人都有 他可能看过 阿朱克伯格 小时候都是自己来 那为什么他任何我又不行 这些有很多迷思 其实说到最后 我们就说一件很老生常谈的事情 就是这个一万小时法则 一万小时法则 那些很简单 你要做到一件事 做到世界级 做到很厉害 你就要一万个钟头 如果你有十个钟头 玩下一件事 譬如你去学风法 你去看文处 你可能想练一个 weekend 你学了十个钟 那你是比我更好 你可以在一个 你可以跟一些完全没有讲到风范的 说我玩了怎么怎么 但你可能都是掉下水 一百个钟头 你就所有的 newcomers 都会觉得你是有经验 但是不足以令你去得到 不足以令你去得到 一个 professional level 而要令你去到一个 professional level 就需要一千个钟头 所以其实 如果看我们的 full time for sale 其实有 full time for sale 就是五百个钟头 再加上大家可能一些 over time 做 project 可能就比较接近一千个钟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怀疑 为什么人家经常都会问 为什么你的 course 是 part time part time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你要做到这些 一千个钟头的part time course 就是你一般钟要上年多两个钟头 你会讨过 master 很方便 嗯 我举你一个例子 给大家一个 一个感觉 一马钟头就有多少 我说我去弹一马钟头 我说去表演 你如果每日弹一个钟头 你要27年才能够 你如果每日弹一个半钟 就少一点 18年 你会发现你每日弹的时间越多 当然那年就越少了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 professional programmer 你每日做八个钟头 其实三年左右 三年左右 你就一万个钟头 那当然不知道代表 你已经去到世界级 见仁见智 但是起码保证 你有足够的exposure 所以说到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要做到找到石 就是有时间问题 对不对 嗯 然后另一样东西 大家可能会问 我学写曲 我是不是学会写曲 就OK 你发觉不是 可能大家是问 那些写program 就会说 这个就OK 找到石 但你发觉 你进去就找笨 你进去就说那么多 例如我们这一棵 Tree和我专专分开 就是说他们都是前面的 就是做一些 大家网站看到的东西 对不对 背景的 大家在网站上看不到的 大家有听过 Python PHP 这些资料库 资料库本身是这么大的 近年比较轻说 DevOps 就是一些比较新的 例如Cloud 和DevOps有关 CRCD Amazon 其实在Mobile App 有另一个范畴 所以发觉 其实你要学的东西 是很多的 就是很贵的 就是你只要part-time course 你可能每一个范畴都上三个 差不多 可能要上十几个就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们说回 我们这个问题 绝对不是我们的 不会这样说 其实就是2011年 在美国开始流行这个做法 为什么在美国 当然最主要原因就是 在美国就是 大家都知道 Seliccum Valley 就对于好的Poker 賣球材 对吧 其实现在很多 有很多 95家 大部分都是10-10月 不得的 以真人教学为主 亦都是contrary to 所以刚才说 网上教学是有些不同的 嗯 你说我们 那我们 那我们 我们 目前为止在香港 美国工作的东西 香港不一定可以 大家知道是为了美国 賣 免费pizza 是可以的 香港是不一定可以的 那香港怎样呢 我们向我们之前教过的学生 和我们 就是Alex和我教过的学生 来的一个统计 我们收了26个的Response 那我们有22个人 现在是在IT的一行 那他做的类型呢 就什么都有的 大家可能不会以为 你这些不是很传统的教学 会不会只有小企业才会 那当然主要是小企业 你看到中小企业和大企业都有 大家猜不到 可能是PCW IBM HK01 都有邀请我们的学生 譬如有一个是我们的 TVB 是做MyTV Super 那些 嗯 那你说他是人工 是不是进去做IT9 又不是的 其实你看看他们 他大部分 第一他们 由于是很抢手 可以很多都已经可以做了 嗯 那之后呢 人工方面 其实你看到 有15个呢 15个呢 15个呢 都是在2万元以上的 这个都已经 包括香港的一个 中小企业 你讲一个 刚刚的 entry level 这个已经相当不错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这个也都 不好意思 这个也都讲了 为什么我们 对我们的教授有信心 那之后 另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 我可以说的 这个是Learning Period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 为什么我们 用Coding Book Cam的形式啊 我们上网看YouTube Video 不可以的 因为呢 其实两者有点点不同 YouTube Video 其实我称之为 是 Audio Visual的 一些Learning Method 那你呢 其实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你是Passive 你是在那里收的 就是坐在那里 那个人 不需要做任何东西 从来听啊 看之外 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呢 我们就鼓励他们 在下面这些 就是下的 グreep discussion 来practice 我们会有 project read的时间 就是给大家同学 自己 在里面做一些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比如说做一些 模法局的project 真的做一个project 看模法局的用力 那他们一定会 谈论如何做到的 要不然 今天不能搞火 那不行的 所以呢 在学生方面 会给 只听 只听或者只看 是很好的 这是理解 我们会focus 这个方面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 就是第一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教授 我们会放上网 畢業之后 都可以留览 那之后 其实我们都会录影 我们每一次的 我们的伙堂 每次的目标 然后放在youtube 都可以和我留览 然后最主要 我们focus 是教授最新的实用技术 提供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 专场 可能是全民所所 真的不知道 提供现实的 专案服务 做兼職和兼職 有机会 这个就是我们的 比较特别的 是 合作机构 方面 你都看不到 其实有些秘密 计划 有些 Price 有些前进机构 都有些不同 所以其实就是 我们的 我们想分享的 就去到这么久 可能 现在会 多一点 是 我想我都说一说 其实 你们有没有听过 台湾类似香港的 Cyber Port有个叫 App Work的 有 是的 其实你可能有听过 林之神 其实我和他 我进去玩玩 其实也和林之神聊过 他们 其实台湾 刚才你说到 全周边很多地区 挂的人才进去 其实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 他们 很努力 帮我去申请居留证 其实 我现在只要去台湾开公司 他帮我拿了一个 特别通道 叫做创业家签证 所以如果我现在去开公司 其实我可以定居在台湾 他们是这样帮你去处理 第二就是 他们开了 叫做 AdWords School 那他们 是的 是的 你听过 他们是 直接是 免费 免费教年青人 但是那些都不是一个 政府推动的东西 他们自己 自己去推动 我看到他们是很努力去 去做事 但 overall 我看到台湾 是不是呢 我的感觉 台湾感觉上 programmer 是 就是 感觉上是没有 香港那么稀缺的 就是感觉上 现在听闻 上海又走过去台湾 去上海 嗯 你们没有听过 台湾 我自己听 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 都会去台湾找 建议者 反而他们在台北找人 还要去香港找人 哦 是的 那边的人便宜些 但始终就是说 香港人去做 香港人做事 效率速度快些 所以如果你的计划 我心里有些朋友的计划 在香港 始终他们都会 在香港 是可以即时管理到的 但是听闻 你说得对 那边找人的难度 是低很多 没有香港那么多 是的 还有 感觉上是一个配套 政府是会配合的 我没有想过 我这样进一进去 他这么尽力去 帮我搞居留证 他们证明他抢得很厉害 香港的支援 主要放在大学那边 因为你看到即使是 今日的财政议書案 或者过往的施政部份 和财政议書案 大部分关于资讯科技的焦点 放在基建 即使不是基建 都是放在大学层面 例如说 那个创科基金 你看回中标的 或者中赌基金的人 多数都是生产力 和那间大学 所以对于我们的支援 他有科技券 但科技券不是鼓励大家去做研发的 科技券鼓励大家接过这些作品 所以是 做startup 或者真的要自己做R&D 其实在香港是很难 所以更加你找一个 建议者找不到 水也跑不到 所以是很困难 我都明白为什么 那些人不觉得空间小 但是只不过就是 整个环境 都在推动科技的时候 即使有这些困难 香港也还有空间 去再做这些事情 明白 那些政府有个 持续俊修基金 那些呢 你们会不会帮到手 即是你们会申请到 那些呢 持续俊修基金呢 就是 在政府的网呢 其实是说明 就是说 资讯科技呢 就不纳入这个资助范围的 嗯 他因为 因为持续俊修基金 开头呢 就应该是2000年头 就成立了 嗯 他的目标 就是说 大家可能那时候 学Excel啊 学Flash呢 都已经 不用再给钱了 不如大家学别的东西 学一些语文啊 那这个政策 维持了差不多20年 但是现在就没有更新 所以他仍然都觉得 如果我 CF 持续俊修基金 抹出来呢 就会令到些人去了 学倡计 所以就不做了 但是就变成了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我们都申请不了的 也挺大的 我真的 是 我说实话 其实我学过少少计计 就是学Flash呢 讲起 那时候有个叫 Essence Script 对啊 学到2.0 它变成3.0 我放弃了 就突然很大的 可以说多一点 例如新加坡 好像我们这一类的 Hood Camp 就是我们这一类 Hood Camp 去做Essence Training 他们是资助每一位 新加坡公民 六千元波子 即是六千元波子 在说三万多元 是 三万多元港元 就是他们资助 一些民族 这一路程 嗯 所以你看到 是 所以 政府要 努力一点 关心一下 这个 再说下去 就变成了 申诉大会 明白的 好了 多谢 两位的时间 大家 最后讲一下 你们下一次的开课 一年开多少次 你们的课程 我们每隔两个月左右 就会开一期 下期就会是三月十八号 那都是full time 的形式上 即是三月十八号 如果是报读 就跟着那十个星期 都是星期一至五 朝九晚六 我们就会一天 对着对方去操练 full time 形式 就是三月 是的 那大家身边的朋友 是 即是有些 可能是任何的 即是你们不限年龄 成人学生班年龄 是的 有兴趣的 不妨自己去他们的 page 看看 等会你们方便的话 在comment 里打回 你们课程的连结 可以给观众来看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了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